こんにちは,我是不会开船的船长 今天要给大家介绍部剧情超展开的电影 想成为奥田明生的boy 与让遇见的男人都疯狂的girl 奥田明生是谁 是名日本的摇滚歌手他的帅星座自己 让拥有老灵魂的男主角小高深深着迷 为了想更了解偶像就买了很多杂志 却意外让小高立志想当名编辑 所以长大后小高进了杂志社当上编辑 这天前辈集中带着小高一起到合作的杂志社商讨公事 小高却被眼前这位可爱迷人又自带光芒的 时尚杂志社公关小爱一见钟情 在讨论工作时 小爱的上头想请根本请不到的大作家来撰写时尚文章 而表现的一副烦恼样 为了展现靠谱的小高轻易答应小爱 愿意帮他联系看看请不到的大作家 但是前辈集中却要小高去请小爱公司女社长的朋友 作家信田来撰写时尚专业 过没几天的工作场合上 小爱得知小高没有用请不到的大作家而很不高兴 这点事都做不好 要是集中去办的话就不会这样了 被前辈捅到了小高只能道歉 下一秒小爱就变甜美公关继续工作了 不能在喜欢的妹子前表现挫败感好重 为什么不能跟奥田名声一样 想做什么就能做到都要怪那个谁谁谁 哼 那都要怪自己不能实现就不要给承诺啊 此时电话响起作家信田打来表示 稿子已经写好要小高快去收信 还对这篇稿子很是自豪 但小高头更大了稿子的内容 汗时尚文却扯不上编 以自己的十年编辑经验来看 这绝对不能刊登 像被瞧不起的信田确实恼怒了 所以隔天上班还在想要用微笑和从容解决事情 就接到了小爱的电话 才得知信田在网路上骂骂小高和小爱的公司 名誉对一间公司可是很重要的啊 小高赶快跟同事道歉 但没想到他们完全不在意 只要把他亮个三天 事情就会过去了 不过主便带着小高来给小爱的公司赔罪 女社长却感谢他们弄走这个难缠的家伙 话显为疑 竟顺势和妹子约到会 小爱抓住小高的时候 佩服他叫去了信田一顿 诶 早上不是猜 算了 能被喜欢的妹子碰到小手时候 烦恼早就抛到脑后 小爱的手机突然响个不停 原来是男友 便开始和小高速哭起来 男友找不到人就会连环扣 还会拿菜刀对着我 我好可怜哦 气得小高好想保护眼前这个可爱又无助的妹子 大声呼喊道 请和我交往吧 然后两人就去旅馆做繁殖运动 运动结束后快速成为男女朋友 热恋起展开在各地做嘴唇碰触运动 在水族馆里 在逃身梯间 在计程车里 你的日本老婆 你的日本老公 在跟别人亲亲我们快结束 某天上班偷听到前辈脊柱 愤怒和女友讲电话 才发现大事不妙 前辈就是小爱的男友啊 于是无论小高传了多少简讯 小爱就是不读不灰 人在这种情况下就会有各种的脑补 他可能和男友和好了吧 他可能正在跟男友做羞羞的事吧 一夜没睡的他只好用公司电话打给小爱 生气的质问他 为什么都不回讯息 反而被对方挂电话 小高开始担心起会不会被甩而被搞到要疯掉了 所以晚上就来等小爱下班 但似乎怕被人看见 小爱就带小高到居酒屋和他解释 因为昨晚手机放公司 早上上班打算和你联系 你就打来对我发脾气 都没考虑到我的感受 被爱冲昏头的小高只好相信他 再加上小爱主动要去小高家过夜 顿时让他飞天 所以两人就开心回家做羞羞的事了 隔天公司再讨论新企画 主编推荐小爱当模特 但其他女同事却说起 他虽然外表可爱却很毒蛇 之前聚穿时还取消他们的女社长 看到这应该觉得小爱是个表 表里不一的人 另外主编公告吉祖会休息一阵子 他的工作就由小高接受 而吉祖负责的是连载专栏 那个家里养很多猫的专栏作家美上 很难应付又爱托搞个性古怪 殊不知小高的噩梦即将发生 一次小高和小爱到有机超市买菜 价格虽然贵 小爱跟在意产地和品质 小高却在意价格和CP值 小爱觉得两人不适合 今天不去小高家了 随着小爱离去的步伐 却巧遇了主编 主编得知小高真和小爱交往 就聊起自己有类似经验 这样的女孩靠近她时就逃走 感觉她要逃走却又靠过来 这招欲情故纵 就把人吃得死死的 后来前女友和成熟的法国男人交往 在那之后主编不甘心 创办了杂志社努力工作 才觉得自己成熟了 这都要感谢那个前女友 女人怎么可以让你猜透 小爱当晚还是到了小高家过夜 隔天上班的路上 小爱周末要到京都出差 周六工作周日就和小高约会 这可是两人第一次旅行 小高精神整个都来了 但是没有天天在过年的 周五小高接到美商的电话 美商其中一只黑苗咪不见了 没有黑苗咪就没法写稿 不好意思了 到了凌晨 小高依旧没收到美商的稿子 只是傻等着 主编训斥小高一番 作家负责优秀作品 编辑负责让作家暗示交稿 但你的工作却在傻等 那我请你干嘛 于是小高来找美商 和他一起在公园找苗咪一阵追逐后 终于抓到苗咪了 却被苗咪抓脸 再把美商抓回家 让他继续写稿 甚至陪他一起奋战 直到完成厉害的作品 更惨的是来了 小高错过末班车 无法再约定时间赶去京都了 打电话给小爱 却得到分手的消息 和大家失恋一样 总是偷偷去看对方的社群网络 他若安好那还得了 于是为了想跟小爱当面 好好把事情说清楚 小高来到小爱公司举办的派对 小爱依旧可爱 却只能远远观望 果然脊柱也来了 诶 怎么主编也来了 这时小高才发现 自己什么都不知道 原来主编故意设计 让四人聚在一起 打算跟小爱结婚前 把这些麻烦处理掉 一个说她是我的女人 一个说她是我的女朋友 但小爱却说出 我才不是你们的谁 只不过扮演 你们喜欢的女孩罢了 这是急著重谢寺的 朝小爱逼近主编 赶快把她推开 在她脸上画过两刀 她却像失了婚走向人群 吓傻了派对的人们 接着换主编朝小爱逼近 举起手上的刀子 好在小高及时拿酒瓶敲晕了主编 成功英雄救美 得到嘴唇碰触运动当作奖励 小爱把小高推开后 让她梦醒了 眼前的女子再也不是自己的 原来的她是如此陌生 后来主编被逮捕了 急著辞职了 杂志社也停刊了 小爱也从此失踪了 故事就在三年后 小高失业有成受任惊养 没成为奥田名声 而成为别人喜欢的自己下结束了 船长认为 眉毛显经过跌跌撞撞 怎么成就更好的自己 小高虽没遇到好桃花 但却从外人眼中的壁曲 得到了成长 我是不会开船的船长 我们下次见